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别史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财势真正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芒向正向》 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节对于一些新人去多伦多的人来说 可能不是好消息 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就不是好消息 尤其是有些人投资了那种房产 现在大多伦多地区 其实租金原来有所下降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加拿大的媒体就说 多伦多公寓市场陷入了封锁状态 你记住它有所下降 但依然是高位的 原来80%的业主也挺大获下的 这个加拿大媒体也引述了加拿大 CIBC银行资本市场首席的经济师 他做了份报告 就说虽然大多伦多地区 低层建筑物市场保持稳定 但是公寓市场的状况 是恶化到几十年前从来没见过水平 现在他就说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个比较差的时光 这个差的时光就导致了大多伦多地区的公寓租金三年内首次下跌 当然对于租客来说不错 但是投资者呢 其实我也看到有很多的港人投资者 无论新去还是老移民也好 都是有人有一些入市的 是不是有市的呢 因为看到这个加拿大的媒体也有访问一些 是华人的 现在他们也都说 之前打算投资一下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份报告也都描绝了公寓市场 现在是开始含入衰退 以及这种情况可能对 住房负担能力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后果 问题就是 价格对于投资者来说太高 投资者占楼花买家的百分之七十或者更高 现在这个公寓就处于经济封锁状态 这个专家说的 而开发商由于建筑成本高昂没有办法降价 所以新公寓的销售 其实已经跌到九十年代尾以来最低的水平 更加加拿大新屋建设的主要推动力 就是新的公寓销售 但是预售公寓楼花比例 现在就不到五成 也是二十多年来最低水平 由于预售率至少达到七成 才能够开始建设 就是大大减缓在供应渠道的进程 这个意识也导致未来几年公寓的员工量急剧下降 以及住房存量停滞 这样肯定会令大家负担能力持续恶化 与此同时经济 衰退也带来了一定影响 今时每个公寓项目 需要就请500名工人 但是2022年以来 GTA中的公寓项目减少了75个 影响了4万多人的工作岗位 而且你知道他们 亦大量引入移民 移民都没有好地方居住 所以很矛盾 现在租金有所下跌 你要知道如果有所下跌的话 移民始终是离 所以它始终是两大 虽然现在它是顶住 你顶住的话 你始终有光衰的话 会不会之后又会上升上去的价格呢 因为它起得慢了 起得慢了 没有动力去起 所以这个就是 你看到短期跌 但是长期会不会都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起得慢了 至于截止到6月底 安大略省整个建筑就业人数 比去年跌了差不多8% 7.5% 除了疫情之外 这个原来是2008年 经济衰退以来 安大略省整体建筑就业人数最低水平 现在建造公寓的成本也反映在价格上 新公寓价格 只是比高点的时候下跌了8% 而转售公寓价格 就跌了12% 所以为什么有些香港移民 都是发动了 如果高位进入 想去卖出去 那就是平均地跌了12% 你现在想放售的话 就先等一等 所以看到有些在现在的 在Facebook 专业 自己也很糟糕 数据告诉我们 超过八成的公寓投资者 现在是亏损的 每个月 付现金流是超过1000元价值 虽然去年 新建公寓的租金上升了8% 平均租金 达到创纪录的2700元价值 但是 平均每个月 所有权成本上升了21% 达到每个月接近 3250元价值 这份报告也说 自从2020年以来 所有的 这些 大家看看 其实 是的 租金涨得很厉害 当然 如果和之前比较高 所有权成本 也涨了接近六成 同期租金涨幅的两倍 就是租金涨得多 但是所有权成本 它涨得很厉害 也导致在2002年以来 财务状况不佳的 租赁公寓业主 数量就稳步上升 在有贷款的房东当中 52%的人 其实在2002年 现金流是负值 这意味着 租金的金额 已经 没有办法支付 包括贷款管理费 以及房产税 在内的所有权成本 到了今年 其实这个比例 已经增加到77% 记住 它即是 现金流负值 到今年第一季度 这个比例 已经是82% 收回来的租金 是受不了贷款支出 即是负数 你要知道 要贴 贴钱 其中2023年完成 交接的新公寓业主 每个月 起码 负现金流 是598元加价 差不多600元加价 其中30%的业主 负现金流 是高达1000元加价 甚至更多 研究也说 你公寓面积越大 负现金流越大 当然是面积越大 其实逻辑上 应该租金比较贵 越大越贵 当然是同一个地区 如果你的地区比较差 便宜一点也不奇怪 在2023年员工的公寓当中 单间公寓 平均收支平衡 是可以的 一室 一居室的单元 负现金流是523元加币 两室是734元 三室是866元加价 反而 STUDIO 因为它的成本没那么高 它刚刚好手支平衡 但是三个房间 这个就大了 你听到三房 当然成本也高 环泰、其他那些 管理费、其他那些都高 布局也说在一定程度上 也解释了为什么投资者 他们现在喜欢的 这些是小型的单位 以及大单位 在租赁市场 也是稀缺的 因为没什么人买 你想想如果你负现金流那么厉害 一些人也想想 经济学家也表示 在加拿大最大的住房市场当中 公寓投资者对于 增加租赁公营改善 整体住房负担能力 和经济方面 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在短期内似乎 没有什么缓解的迹象 之前预告 就是看到 有这个楼花热潮 你知道楼花当然是几年前买 起码一两年前买 公寓进攻 现在 这个 公寓进攻量也会上升 加剧竞争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公寓投资者 将自己的房 投入市场 把挂牌量推到历史新高 刚才解释了为什么 大多伦多地区 公寓三年来 首次下跌 公寓的租金首次下跌 因为很多人拿出来挂牌 拿出来挂牌 但是 你知道为什么 他说之后亦很糟糕 因为 人们开始害怕 不投资 不投资 你下跌成量有点 但是 后面再过了几年 这个 该是消化的 消化了 到时你又不够 很矛盾 这个真的挺麻烦的 因为你建房子的滞后性很强 一般来说是两三年时间 对不对 是的 这个对于加拿大人来说 也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现在加拿大的人口 亦有历史新高 始终是江衰 对于大多伦多地区的 租赁供应前景来说 其实是一个不安讯号 并且应该是敲响警钟 多伦多和Hamilton 公寓市场的报告 后也显示2024年第二季度 未受库存 是有25893套 亦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他三年来首次下租金就是这样 比10年和20年的平均水平 还要高出六成以上 所以现在多伦多的历史新高的公寓库存 相当于是没有买家的买方市场 是没有买家的买方市场 这个也很严重的 因为他始终多 你知道他多 但是你知道 刚才也说的 这也是中摆校的一种 大家看到市场就不投资 不入市 他的公寓落成量 之后就开始下跌了 一旦下跌了 市面上的亦是少了 他又上升了 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总是有一个很 上上落落 上上落落 哪有如此如意 你可以猜到 第二季度的销售额 是20年除了COVID期间 前几个月之外最低水平 当然 现在因为留学生又少了 移民又少了 甚至 现在加拿大说难民都要审市 是不是再收那么多 当然人没有那么多 利率又高 或者加征多套房产的税收 因为之前说道路多 都想要 连自住房也有税收的调整 所以 人们就不敢入市 那 楼价下跌了自然 是能够买的人多了 但是 你知道这样 其实整个经济大环境不好 我们经常说楼价下跌 代表你一定能买得起 如果你工作都没有了 你怎么买呢 对吧 当然这个 这些房屋市场 会否令整个房屋市场下滑拖累 也有机会 也有机会 我看到你们 吉隆波市中心 也有多少库备 出来买的 现在 这些房屋市场下滑到我这里 挺好笑的 现在 很多人都说 是供过于求 是的 找很多KOL 去拍这些视频 去卖大环境 而且比较漂亮 在KOL 挺好的地方 这些电邮都发到我这里 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我的电邮 不知道为什么 好 这次节目时间 先来吧 多谢各位 再见 不许可爱 可以 有机会 不许可爱